欢迎回来 来看到台湾在世界12强赛夺冠从日本 球频道媒体都高喊台湾称呼并大方祝贺 也有日本网友表示 台湾队赢了就像日本队赢了一样高兴 另外日本对外野手成绩良界 也回应台湾投手江国豪的玩笑 除了祝贺台湾也说会遵守输求承诺 尽管自己国家输了 日本球频人高喊台湾表达祝贺 日本媒体也高度关注 接连报道台湾队凯旋归来等新闻 网友也留言表示恭喜台湾 虽然我们输了 但因为对手是台湾所以感觉很爽快 无论日本或台湾谁赢了 我们永远都是兄弟 日本队输了我很失望 但台湾队赢了就像日本队赢了一样高兴 恭喜台湾 日本传经新闻报道 台湾队以4比0击败日本队 是一场彻底的胜利 NHK也引用了日本总教练 锦端红河的话 认为台湾是一支很棒的球队 击球阵容也很强大 日本队外野手成绩良界金牌赚钱才放话 如果输求就改练投手 赛后台湾投手江国豪开玩笑说 要将手套送给他练习 陈吉良界25号在IG回应 正等待您的棒球用品 我会遵守我的承诺 并祝贺台湾赢球 江国豪也转发表示 我们一起加油 互动相当有趣 另外台湾队长陈杰县 赛前也与日本选手 小元海斗交换球棒 小元PO出两人的合照 并祝贺表示 哇 实在是太强 太帅了 显示台日球员间私下的好交情 星藤也的电视 之前李唐杰安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